你哥有心上人了 有心上人了 就是你带回来的那个海棠 娘没看错 他是个好孩子 真的很适合你哥 这么多年来 你哥除了接触你 都没接触过其他人 现在好了 他有了喜欢的人 他会因为他喜欢的人 而换一种活法 打铁要趁热 娘打算尽早 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 你说这是不是大好事啊 是个好事 娘 海棠知道了吗 还没有 这不叫你来 跟你商量一下 这件事情你要上心 帮帮你哥 娘的意思 是让你出面 帮你哥迎娶海棠 由你出面提亲 不过分 这怎么能行呢 这不是骗婚吗 怎么不行 你和月明是兄弟 你和海棠有熟悉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 海棠姑娘对你印象很不错 所以由你出面 替你哥哥娶海棠回来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娘就求你这一次 不过分吧 娘 这不是您求不求我的话 这 这对海棠不负责任呢 澄清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您想让我哥自卑到什么时候 他如果真的喜欢海棠 让他自己去说去 我去找我哥 不准去 你哥哥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清楚 你这样做 是要把你哥哥逼上死路啊 月轩 你不是不明事理 玉明现在这个情况 你见到 你不心疼吗 他那么喜欢海棠 如果海棠嫁进来 兴许可以改变他的生活 你就不能 成全你哥哥吗 好 为了我哥 我做什么都行 但是娘 我要告诉您 这件事对海棠的伤害太大了 海棠 现在是月明唯一的希望了 你们兄弟联系 小时候 是他给了你希望 现在 你若是不肯帮你哥哥 迎娶着希望 那对他的伤害 就真的太大了 娘知道你委屈 对海棠 也有些亏欠 但你放心吧 海棠姑娘进了朗家 他就是 咱们全家的恩人 这丫头 我原就喜欢她 是绝对不会亏待她的 真的 他真的答应了 五月初五 亮晨几日 就是你们俩大婚的日子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该送她一些什么呢 这事情太突然了 叶萱 你告诉我 我该送她一些什么呢 店长都给你背好了 你就做好你的新郎关就行了 不是 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都给她你知道吗 演员 же 在导致 我 为什么 她 他 在导致 你 我的娘 很可怕 暗 我 在导致 那 我 快点放我出去 海棠 你醒了 没事吧 我的长子岳明 本来是个俊秀的孩子 文静咸雅 喜爱诗书雅韵 人见人爱 是我朗家朗里春的活招牌 怎么长的呀 这水滴淋淡的 你把能敲成水来 岳明 娘 来 真不愧是朗家的少爷 看你们这些活宝啊 每次见到我们家小岳明 就缠着不放流口水 当心吓到他 有没有吓到你啊 没有 然而十年前的一场世过 让他毁了容貌 从此以后他闭门不出 不愿见人 渐渐的越来越孤僻自闭 把自己封闭在府宅深处的阁楼里 除了我们这些至亲 连府里的丫鬟都不曾见过他 几经劝说都无济于事 我们也只能由着他去了 说来惭愧啊 我们朗里春做的是颜面的生意 有这样一个面容丑陋的怪人 总是不好听 为了顾及生意 朗家从不主动提及朗大少爷 多年过去 别人都也忘记朗家大少爷的存在 别起来 你发着高烧呢 要好好躺着休息 太太 你放我回家吧 让我走 你看你这孩子 发烧都说几胡话来了 刚刚过门的新媳妇 怎么能走呢 我不能嫁给她 我根本就不爱她啊 太太 你放我回家吧 好不好 是你自己亲口答应 嫁给我们朗家少爷的 现在又何出此言呢 好好地伺候我们月明 保你荣华富贵 一个平民丫头 难道还看不起我们朗家 一个女孩子家 还容得你来挑丈夫 来 把药吃了 刚过门的新媳妇脾气大 我可以理解 那你就继续待在房里反省 哪天想通了 哪天就可以出去了 颖哥 回去 给我看着大少奶奶 是 太太 月明 你心爱的女人已经娶回来了 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呢 娘 我后悔了 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对待 月明 在感情面前 没有谁对谁错 你第一次开口求我 就是求我帮你娶到这个姑娘 儿子的心愿 我做娘亲的 一定千方百计地为你达成 儿子 儿子知道是您的好意 我明白 是 我们虽然用了一些不一样的手段 但感情可以慢慢培养日久生情 月明 现在就靠你自己了 让海棠彻底爱上你 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 你绝对不能退缩 我明白 娘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莫花 大少奶奶看起来不怎么样吗 莫花 你怎么来了 大少奶奶当得不错啊 莫花 你别叫我名字 你还拿我当朋友吗 事情的真相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逞强 你是来看我消化的吗 对 我就是来看你消化的 你这叫自作你也不可活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你居然会这样做 你知道吗 我伤心地哭了整整一个早上 不仅是因为我失去了月轩 更因为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你要是喜欢月轩 当初你为什么不承认啊 还口口声声答应我 我会放弃他 结果还是上了那个花轿 咱们姐妹之间 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坦诚啊 我还是不是你朋友了 我当然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莫花 我承认 我是喜欢月轩 可是我真的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我之前都已经决定了 放弃我对月轩的感情 让你们两个在一起 可是当日的情况你不知道 我看到我娘给我做的那个嫁衣 看到她高兴的样子 我实在是一时不忍心 我又想到我和月轩发生的点点滴滴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还有 行了行了 现在知道后悔了 晚了 说到底还不是朗家骗了你 骗了我 骗了我们所有人 算了 要不是因为你上错了花轿 现在坐在这儿哭的人就是我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啊 你知道吗 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 那该多好啊